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三十一號 我們剛才聽的新寵兒是阿布斯唱的 Muskun Kata 那你的chat沒有叫出來再唸一次正確發音 Muskun Kata 我很怕唸錯你知道嗎 這個名字 這是原名語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再介紹這首歌 因為我想很多人剛才聽了 就不知道這個是什麼語言對不對 其實他有這個作者跟主唱阿布斯 是天才少女嗎 他才二十二歲 就寫出這個歌不天才嗎 而且他唱的歌我剛才聽說 因為我不太懂 因為我也想說我英文變這麼爛 沒有一句歌詞聽得懂 速度也很快 然後他的曲風其實很潮 不是我們傳統中認識的那一種 結果他其實是非常西洋風 就是這首歌是沒有在我們腦中不會搭配任何原名舞蹈的 那因為對這首歌有一些充分了解的人 我們一定要給很多人有發聲的機會 尤其是他本科是學這個的 然後他今天第一次來對不對 請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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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不是要訪問阿布斯 我們今天呢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Ryphone已經很久沒有實習生了 新鮮的血肉 新鮮的乾 新鮮的聲音 這從甜甜 堂堂 甜甜是老師 我想說甜甜老師 這從糖堂 她已經變成了 我說到哪裡的 她算氣質嗎 堂堂 她現在已經是一大氣質了 所以我們是 氣質 maker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我們是氣質 maker 那我們現在呢 今天呢 也就是我們的七月的最後一天 我們迎來了我們 很久為的實習生 新鮮的聲音 新鮮的美少女 怡芬 嗨大家 因為前幾 應該是說上個月我常看到她 我一直在想說 她是新來的控音還是什麼 然後她是在劍恆格的節目 對不對 娛樂益世代 對 然後也被訪問過了 對 就出現一下下 然後據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念穆斯坤喀打的時候 我們這位輔大新聞系 對不對 對 新聞系的美少女 她說她知道 來 來來來來來 沒有那麼 實習我們就一定真的要讓你有 你知道嗎 生力其境的感覺 不是說就是躲在翻翻的背後 我這樣鬼鬼祟祟 建合哥都說我是背後靈 我剛才就一直看著你在背後 慢慢覺得有點毛的感覺 你在背後幹嘛咧 過來過來照一左邊來 好我們這個宜芬 你說這位我們這個主唱阿布斯 麻煩給你所學所見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一位很年輕的會作詞又作曲的原住民歌手 對她前日子在電台也播了很多次 她的比較新的歌叫阿渣阿渣 因為這個我們要是發音不對怕唸錯對不對 所以剛剛怡芬就說 這個這個我知道 有在另一個節目偷偷見識過 好希望那個我下次可以看到她 跟你一樣年輕欸 哇 妳身上很多傳奇的故事 但是因為還有 妳要實習到什麼時候 我到8月31 那慢慢來 我們今天報完以後 沒有內容的時候怎麼辦呢 不會我們一整個月慢慢把她炸出去了 我們就這一個月讓她對這行徹底死刑 不是徹底燃起生命之火 沒錯 放棄新聞吧來節目吧 對對對 她其實你的志願是要當記者 還是新聞從業人員 還是新聞製造者 都不是 那妳考到這個學校的選系的動機 當初是希望可以透過大眾的傳播媒介 可以發揮自己的一些影響力去帶給大家好的內容 面試登記欸 例如好的影響力 她要流汗了 那我要是面試官我一定會說例如啊 例如說 舉個例子 例如說可能報道一些像我之前有跑過社會福利線的新聞 在學校的實習媒體 對 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有一些好的資訊 社會福利的資訊可以幫助一些弱勢或是偏鄉的人群們這樣子 欸真的耶 就是很多人政府有這些福利 她不曉得欸 是不是那個怡芬覺得可以為社會做的事情 這樣她還沒有做到呢 對 為什麼那麼驚訝呢 我跟你講我聽過一個故事 認為手持麥克風的人 首席 不是首席 嘴池式麥克風 我一定要講 因為曾經阿浩我們聽過一個故事 那個這個是真真切切的在我這次修水 我先續上一次的Dark Life的尾巴 因為有很多人想知道說我的漏水傳奇 抓漏大師後續如何是佛系抓漏 對對對我要抓漏 就是說大家一定要知道 能力範圍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所有的問題是連錢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個才叫做個問題你知道嗎 好那我記我前次就是說 謙卑謙卑再謙卑的抓漏 求人家讓我去以後 你知道嗎 你求人家的時候不可以讓人家自尊受傷 比方說他其實你知道他其實在意點是錢 你反而不可以一開始就說 這些費用我通通會出 這可能會傷害他的自尊 我是非常婉轉的形容很多複雜的工程跟結構 我最後說那不好意思 這個費用可能我出可以嗎 可以嗎 天吶 都已經出錢了 姿態還要擺低 你瞧不起人啊 你以為你有錢就很強嗎 偏不讓你修 對 所以你要說我願意負擔這個可以嗎 他就會回答 嗯 那我覺得如果會回答 他本身尊嚴是有點高的 是他就是回答說 那個貼圖有兩個 的那個 一個比較老 就表示他年輕 經過了一週 而且我一修完第二天就是暴雨 對怎麼樣 為什麼要這樣考驗我的工程 而且你知道 何時不下台東這次 花東是暴雨區 都是每天連下了 應該是我聽到有個訪問他說 不下就算了 一年都不下 一下就下兩年 就是那種雨量 用到的 我說為何你這樣 就是要這樣考驗我的師父嗎 我們真的才修好兩天 他就直接用灌的耶 怎麼樣 你們的信任結構有崩毀嗎 信任我就跟他說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辦法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 現在已經雨停了 師父你可以幫我去看一下 你這次的修的那個正績如何 他就拍了一段 他說水排掉了 我幫你歡呼 恭喜 沒有 他竟然說水 可是我現在還有一個疑問 其實水排掉的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你的淺層還在不在 就是因為你泄水的沒有那麼低窪 所以maybe他水平線 你知道東南亞有些地方的排水的浴室 他很天才喔 他的水洞跟那個排水的那個水平是一樣高的 他沒有做一個斜緩坡 他們從來沒有這種大量排水的 以前啦 現在當然都進步了 我真的曾經住過四星級的 他的排水是平的 我一直懷疑說為什麼我們的 羊羊腳踢啊 踢到排水孔啊 我告訴你我很生氣的是 我還去抓一抓 是不是有頭髮堵住了你知道 沒有沒有他就是泄水很慢 不對一芬你還沒講完 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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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 我們之後專門做一集探討一芬 對對對 好就是說反正那個泄水還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你雖然是著凍飲水對不對 飲水出洞 但是你的水平還是要低一點 對所以我現在還要在觀察中 對但是已經經過了杜蘇瑞的 我一定要記得我這個工程就叫做杜蘇瑞 杜蘇瑞工程 所以下次還要經過一個卡努工程 卡努不確定會不會真的會大豪雨 會不會帶來豪雨 但是杜蘇瑞真的很好 那可以啦 那一芬說要帶來的福利資訊對不對 我們以後要因為還有一個月嘛對不對 每日一福利 你也跟人家先培養一下感情吧 沒有沒有沒有 你還是先不要讓他講 我怕他明天就說我想掉到早上的節目 你就是今天讓他講太多 他明天就會掉到早上節目 所以我們今天要這樣子這樣子好了 我們那個我們叫做慢慢來對不對 我們存糧 畢竟戰爭離我們還蠻遠的 我們存糧慢慢講 慢慢擠好不好 不要讓他一夜就下了 好 你有白頭髮嗎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沒有 太超酷了吧 人家很年輕耶 不是 他媽媽更年輕 這個就是他精采的部分 我們就留著伏筆 天啊我們往後三個禮拜的Doctor Life 都不用主題了 心真的是癢癢啊 我們真的迫不及待的 好想分享給所有分友 就是我們本屆的奇葩 已經是分友了 已經記得這名字了 一芬的分友 一芬 他的故事實在是夠我們做三集的了 不行耶 大家敬請期待 糟糕了我們這樣子講的話 人家會人肉搜索他的家族不行 我們先把他名字忘記 那我們改的就是不是一芬的媽媽 是一芬的親戚 現在這樣改來的幾毛 表姨 表姨 好了OK 好那我該為什麼問白髮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號稱說 我其實以前很自傲說 我沒有白頭髮 但是 但是呢 畢竟有一點年齡了 然後就會看到有幾根 你知道嗎 你這樣已經很 你看不太出來啊 不是我就常常想說 如果說我們需要在 因為像我妹就是比我白嘛 但因為她沒有聽我的節目沒有關係 我可以大量講她使用亞烏勒的心得 因為我有一個在聖年就會白髮的妹妹 然後那天她太用腦了你知道嗎 我就跟她說誰叫妳要怎麼用妳的腦子呢 對然後就 然後她就一直想要找一款 就是她可以不要 因為第一她很忙要有效率 第三她很省 所以她就覺得說不能夠常去 給那個Salon去做 因為大部分那種 尤其是你又年輕又白髮的話 其實她長得非常快 對 畢竟她很活躍嘛 對 就好像說你越不想撿指甲指甲長得越快 真的很神 就很快就要去做美甲了 幹嘛指我呢 我馬上指了這個游泳池裡面最漂亮的媽媽 睡覺太妹妹的部分 所以我妹就要決定要找一款 結果後來她就聽到我們電台在做亞烏勒 所以她就用了你知道嗎 太好了 我跟你講她竟然她真的打電話給我說 你們什麼時候還要特賣 因為她是要選她那種便宜的時候買 讓她覺得CP值很高的 所以我前幾天就跟她說快點有了趕快 因為她不喜歡不天然的東西 就是說化學性很高的 然後呢而且她也覺得說不要那麼勤快的就要上美容院這樣很麻煩 所以她就決定自己做 然後她就配海藻洗 因為這是一套啦 海藻洗髮精跟光彩護乳法 我跟你講真的一用成主顧 真的用過的人都會知道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講 對不對 因為翻是金色 下次真的是要邀請江泰妹妹發照片過來 before after 我們很需要這些照片 對對對 就是見證 見證奇蹟的一刻 不過這個產品是本來就已經在日本很受歡迎 對 那當然我有時候我部分從日的心態就必須要拿出來了 就是在保養品跟美髮品方面 我還是比較從日的 那這個血緣就是日系的 這個跟我們的民族情節無關 事實求是好就是好 沒話說 所以說這個身體騙不了別人啦 你知道嗎 這個所有從你身體長出來的東西 你都要很愛護 這句話好深喔 好深喔 小baby有沒有特別愛護 的確也是講出來的 是的是的 對啊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損傷孝之時也 好來 這句話應該沒有人會講了 有一定年齡的才會說吧 第二句通常沒有人講得出來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還可以 對不敢損傷孝之時也 ok 因為我怕我唸錯還是唸快一點 好 好雅烏樂呢 這個0225005563 大家可以打一下 大家一定要講 因為有人不知道嘛 他是什麼東西嗎 之前如果有聽廣播然後用過的朋友們 我覺得那些 這次是回購的好機會 基本上用過的都沒有我們家族的 來的強症的見證 因為我妹是非常機車的人 第一她討厭化學味道 就是染過了 還好她不會聽 因為她此刻正忙著在染吧 然後呢 第二她要自己DIY 那就算有些DIY的東西 品質也是不一的 就是有很多你覺得說 DIY就是好不見得喔 有時候DIY傷害更大 而且使用頻率如果要高的話 你的頭皮不能負擔那麼大 因為你長一截白髮就會很明顯啊 就明顯如我現在的黑髮 我跟你講我最近就是發現白的 然後我就用剪刀剪 哇 這就是說齁 你越想除掉的東西 它長得越快 注入雜草 是 我過幾天要去除草了齁 上次除草養的要命 這次我就全身防護 好我們這次的這個活動 只有到8月2號 哇只剩下兩天了 只剩兩天 還好你今天有聽到我妹的見證 她就是說洗髮精也要喔 她也跟我講喔 洗髮精光彩護如髮 二合一缺一不可 這效果加倍 而且你算一算是非常划算的 尤其這次有優惠 一年也只有那麼一次而已 都是對頭髮不會有很大負擔的 因為洗髮精也是 身體髮腹收拾父母 這次一定要記得好嗎 不敢亂染 所以要用雅烏樂 光彩護如髮跟海藻洗髮精 麻煩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對這個如何顯色跟使用方式 有不知道的方法 大家可以打2500563 只到後天倒數48小時了 麻煩各位把握你們的審核包 又可以讓你美麗 一分那個 對對對 但我們也 我們有給她福利啊 對 什麼部分 就是說她如果有 因為她髮色很無黑 對啊 她現在是 如果妳的外婆 蓬勃到不行 我外婆常常要去染黑髮 可以推薦她一下 哎呦 一分外婆 媽媽的部分還是非常年輕 真的媽媽因為太年輕 所以我們還沒有辦法講到 但外婆就 妳要推薦 可愛的外婆 對啊阿嬤很重要耶 誰煮飯給我們吃都是阿嬤 好待會回來 022500563 大家可以打這個 或是上好物事集 好我們精彩的預告 這已經是延後了 延後了多久 整整快一個月 快一個月耶 不我的錯 不會這被我們 因為那個時候本來那個週末 剛好就是我們的番二代 她的那個試水溫對不對 對 她試水溫我們就說 那一定要趕快把實況播出 然後要趕快講她 分享她游泳心得 殊不知就 殊不知她已經 她現在已經會潛水了 然後這一個月我已經確定 她不會再游第二次了 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怎麼那麼多好玩意兒 就是小朋友游泳這怎麼回事 我其實都追的比較慢 因為很多 我們那天去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 其實好像剛出月子中心 那種很小波仔超軟的那種 就已經放下去游了 好像就說要讓小朋友多接觸水 就是因為畢竟他們在養水裡面長大 不要忘記那個水性 結果我們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店員是說 現在是一回事 然後等到她好像開始會走以後 又重新來過 她會突然 記憶忘記 開始怕水 人的恐懼點跟熟悉點 她會交替的 對就是你沒有辦法說 我現在已經開始一直讓她碰水了 她永遠就可以不會怕水 除非她是小白金 那可能就是投胎的部分 那帶她去游泳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開始是先看到家裡附近有一個 那個叫嬰幼兒泳池 有這種廣告還是網站 這個如果要查是有的 就是你就打幼兒游泳 她那個隱藏在都市哪裡啊 感覺泳池要有個樂園 新光三越A8還A6也有欸 就其實很多不同的品牌 那他們在哪裡呢 在那個戶外嗎 沒有他們都是室內 而且他們會包含 就是先幫你的那個嬰兒按摩啊 按摩完以後 然後再下水游泳 游完以後 她還提供你平台把她衣服換好什麼的 都是尊絕不凡的 那應該比我們做SPA貴吧 差不多 從小就過著貴婦的生活 要一個小朋友 那妳進去要不要錢 她一個小朋友就是包含兩個陪同的人 通常是父母 觀賞票 你們是觀賞票 對如果熱情的阿公阿嬤也要去的話 就要再加錢 算人頭的 我第一次知道啦啦隊也要收錢 為什麼你們會消耗什麼東西 就是陪伴的長輩們 空間 我們會消耗空間 因為她一個小孩子是一池 就我之後挑選的這個是一個小孩子一池的 是因為我看過那個整池 對整池的 他是媽媽也要下水 爸爸或媽媽要穿泳衣下水 要陪小朋友在水底下 然後也會有教練在旁邊 那媽媽不想下水 對啊 不行 妳下次一定要讓我們看到下一個 就是媽媽要下水的 因為下水 我覺得 她也要幫妳按摩嗎 對 希望妳可以幫我按摩 結果我還要顧她的話 然後我自己起來又要再梳洗 我會覺得有點麻煩 妳不要梳洗啊 我總得把泳衣洗一洗 沒有我教妳不要再顧慮 因為妳不會淨頭髮 因為那池子這麼淺對不對 還是要帶泳帽啊 所以妳頭就解決了 然後裝妳也防曬而已 妳只要換泳衣泳褲就好了 泳衣泳褲就好了 泳衣泳褲起來要衝啊 不用衝啊 回家衝啊 我趕快給妳塑膠袋 好我下次考慮看看 因為那個嬰兒游泳池 那個配互動社交 也是次氯酸水 就是她整池都不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氯 加氯的水 次氯酸對不對 那個是比較不傷手的 不傷肌膚的 就是給寶寶在那個 比較溫和的池子裡面游泳的 所以比較貴 因為她整池要放那麼多嘛 要要要要 我想看她怎麼踢別人 因為她好像一個時段只能會有兩組人 就兩個 對因為不然教練你會來不及鼓啊 怎麼來不及就這麼小 左眼飄右眼而已 其實等於就跟飄飄合差不多而已 應該是蠻容易掌握的 就是嘛教練別再呼嚨人了 那你人少的話 很多父母是要去拍照的啊 那你拍照背景才不會有人嘛 這也是一個考量 我們今天這個獨享池 她是怎麼樣兩個 好像魚缸你有沒有覺得 她沒錯她就是魚 因為她不是魚缸啊 她就類似 她特別設計一個很大池子 然後都是透明的 然後只有邊邊有 就是塑膠安全那種架子 對 讓她可以放進去以後 然後就可以放很多玩具 因為他們其實課程設計得不錯 她會有她的步驟 然後因為其實雖然看照片很開心 但我女兒一開始是哭爆欸 她是大哭特哭然後崩潰那種 她不想下水還是說沒有這個經驗 她有一點怕生 她現在有一點點怕生了 那麼多人 對然後又要幫她按摩 所以之後他們都他們其實蠻了解的 所以她在幫她按摩的時候 會一直閃避她的眼神 因為她就是現在盯著一個人看很久 然後她發現你是陌生的以後 她就會開始哭 可是如果你一直閃躲的話 她就來不及 她來不及跟蹤 她來不及確認 她來不及 Face ID 對 還沒解鎖 然後總之她就是 我覺得那個閃躲你應該拍給我 她就會這樣躲起來 然後說你不要看我啦 你不要看我啦這樣 好你不要怕這樣 這種有點像跳圖 然後按摩完她之後下水的時候 他們就會給她非常非常多玩具 然後有小水槍啊什麼的 注意力 讓她可以去追視 追她的視線 然後就有設計 其實那些玩具蠻好玩的 把水倒到池子裡 然後她會這樣吐吐吐吐這樣 會動 就大人也會覺得蠻有趣的玩具 但是家裡不會想買的那種 因為她佔浴缸佔了很大的地方 而且都市裡面大家沒有浴缸 說到浴缸 我原本一開始是想要她在浴缸裡面學游泳的 因為浴缸也是洗澡水啊什麼的 也就很安全 還好我沒有這樣子做 為什麼 因為我原本想說租個飯店 然後就把她放在浴缸裡面 然後我們就陪她玩 像我是不是就不用穿泳衣了 對啊浴缸很棒 因為是私人空間 對啊 後來呢 後來我們這次帶她去游泳後才發現 其實Mega很多 我那時候是買脖圈 就是你們看過很小的Baby 他是有一個脖子的游泳圈 小小的 對所以他就是手 就脖子以下在那邊抖動 但是浮得起來嗎 浮得起來 結果因為我買的時間跟她去游的時間大概差了一個多禮拜 緊了 我就問她 我就問她說那我自己脖圈可不可以帶去 因為她建議她使用座圈 座圈就是 她是那個游泳圈底下有一個座墊 所以她腳是插在裡面然後是安全 她不會翻倒的 坐著 我知道 腳叉式的 好像一個椅子 對 有點像是一個椅子 軟的椅子 那很長欸 比較長 因為她身體 要蓋過到她的這個胸嘛 對她會有一個長度的重量把它包住 就有點像是會漂浮的大尿布那樣子 酷型的 可以這樣說 有褲子 她要穿一個褲子 然後有蕾絲編織 那蕾絲是 我穿給你們看好了 OK 你可不可以不要 我知道那個就是小孩子的對不對 對 結果店員一講 我們才知道說 其實她現在已經不能用褲圈 因為她會吃手了 七個月會想要吃手 所以你如果用褲圈 她吃不到手 她會生氣 原來是這個意思 然後就好 我們剛才前緒就翻了帶 就選了一個 做室泳圈 這個反而不是安全感 而是讓她感覺 就她可以動到她的手喔 是 這是老師幫她選的 然後老師說玩得開心比較重要 對 她水溫你覺得大概多少度 大概 二十七 溫溫的 二十八嗎 不會感冒的那種溫度嗎 不會 但他們裡面冷氣其實開蠻強的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她又是濕濕的 如果水溫太燙她不能洗嘛對不對 太冷會不會 她算是溫水 就是 比冷的燒熱 當然比洗澡水冷一點 因為畢竟她要油嘛 然後過一陣子她就會涼 可是因為她後面還會再幫她洗一次澡 所以沒有關係她旁邊隨時有熱水 那個池子不會一直加熱 不會那池子的水就不動了 就不動就那一缸的溫度 所以差不多快要冷的時候她就要出來了 對其實總共玩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三十分鐘以內 很久了 因為我們翻二代一開始在哭嘛 所以老師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讓她足足玩了三十分鐘 從她不哭開始 不然原本是三十分鐘就要離場 我知道從第一個不哭開始算三十分鐘 一般來說是時間是三十分鐘就是三十分鐘 但是她可能覺得得來不易 因為她之後有說其實從哭的情緒要出來 到最後可以玩的不多 通常都是要嘛就是不哭 要嘛就是從頭哭到尾 那如果從頭哭到尾的人她會不會算錢 算啊 因為她還是預約這個時代 管你有沒有下水 你讓小孩子去讀書 小孩子就算不喜歡讀 你還是得付學費啊 沒有我就下去游了 我去讀了 我來讀 我想說既然我付了我來泡腳好了 我也要來 一定要用到 不能浪費好不好 那就準備你鄰居的娃也帶去 那個不然來 隔壁的哥哥 板凳選手上場 牛棚進來 所以她算是沒有浪費錢的耶 我們也蠻意外 因為她前面哭得非常大聲 那為什麼我都沒有錄呢 是因為我也很慌 所以我沒有時間在那邊 嘿嘿嘿你還在哭啊這樣 哭囉 有的媽媽就會說 為什麼哭呢還一邊拍 因為別池的都很平靜 所以他們都在看我們為什麼在哭 而且我們會影響到他們影片的聲音啊 就影響到背景變成有一個在哭 背景音這樣很精彩耶 就很太吵了 拜託拜託 現在最甜美的聲音就是 嗯啊哇哇的哭聲耶 他現在的哭是嗯啊啊那樣子哭嗎 如果他心情特不好的話 他就是 這種 我有修煉 不過就類似 美洲師 全對不是波斯毛 但他平常是 這樣 很不開心的時候 這樣 很煩 所以這個不能消掉 這一定要錄下來 對那個隔壁的 隔壁的小孩子會不會被他影響 就會覺得說 欸不會跟貓貓狗狗不一樣 不會說一哭大家一起哭 對對對集體叫 隔壁就沒他事這樣 你就覺得他就很悠閒的 很快樂的跟他的父母在共享 然後我們在那邊 因為他碰水的時候他還是在哭 但他已經裸體了嘛 因為他要進那個泳圈 他會不會穿那個防水尿布 有要穿防水尿布 要穿尿布對不對 防水尿布 然後我們就 那個老師就叫我們趕快把他抱起來 安撫他 一哭就要 所以我們打開用浴巾先抱起來 然後安撫他 然後老師就說沒關係 他先離開 他遠遠的看著我們這樣 有什麼需要 那第二次就是你把他放到那個泳圈裡了 我們就等他不哭以後 因為他不愛吃 那老師有叫我們準備零食 那種米餅跟奶奶 就要給他 然後結果他吃完以後 還是一樣很失控 就是沒有辦法安撫他的情緒 他在哭的時候他那個米果會直接吐出來 他沒有在吃的 那遲遲就變成一個煤了 我要趕快撿起來 因為真的會溶解 趕快撈起來 變成一個廣東粥 所以他就不是貪吃鬼所以沒辦法 因為愛吃的就很好應付 對給他塞一個嘴嘴 什麼的奶嘴 奶嘴也沒有用 他那時候就是 他就是要哭 就生氣 他就是盡全力死後 他其實如果要講 他就說你們先走開 讓我五分鐘讓我哭完 對我可能要給他一個角落 那時候我應該給他一個角落的 對就是說 你們走我五分鐘 我哭一下就沒事了 我那天把他放在 哭多久呢 他大概哭五分鐘吧沒有太久 可是你再把他放到池子裡 他可能還是會害怕 又哭了你要再抱起來了 結果我們就再試一次 因為想說 他已經情緒比較平靜 那我們就把他放到池子裡 結果他就沒有哭了 沒有哭以後 我們就當然趕快 也不是說才藝餘親 就是我們就用盡全力 把所有玩具都 而且我們要假裝很開心 也不是假裝 我們要先很開心 天啊 所以你的手忙得不停 然後就是說 你看這個好好玩喔 這個會動欸 然後這個怎麼樣欸 這樣就是一直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要一直解析玩具開箱 對玩具開箱 而且因為我們要戴口罩 因為防疫的關係 他是一個室內的環境 他看不到我們在笑的時候 他就比較不容易笑 那你就要戴透明口罩 雖然有點恐怖 是蠻恐怖的 但是你下次就可以戴透明口罩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去過 我們就不知道他的反應是 搞不好他超愛水啊 總之之後他就開始玩得很開心 然後店員就敢靠過來了 他就靠過來幫他頭上抓泡泡啊 然後幫他擺一些拍照的 對那個泡泡不是特效喔 我看其他頭髮比較多的是有得到帽子 但是我們就有得到泡泡 那個泡泡很可愛欸 很可愛 他就是會幫他抓造型 所以我覺得蠻划算的 就是整個 你會是一個蠻好的體驗 而且他的腳會凳 電源會幫你錄影喔 對 因為你會忙著在讓他開心跟分心 所以電源會幫你錄影 會幫你拍照 我看他的腿型真的蠻有力的 他踢人可痛的 抓人跟踢人非常痛 就是並不細的一隻腿 應該是可以跳很高啦我想 等他會走的時候我們再來看看 對啊就是他在水底的那個腳 動得很胖胖胖 因為你們沒看到影片 所以到時候翻 你再把影片PO到那個留言那邊 給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啊 因為畢竟我們花了那麼多錢 一定要把這一段水很深 然後給他發揮到最高境界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他腿 所以我說他的腿並不細 還是水中折射的關係 他腿好像算壯欸 可是長大希望他會 我不是要變修場嗎 說到這個腿我們也要恭喜我們的 你有沒有發覺這是成都市大運 蠻熱的播報的很多 然後我發覺太極劍的銀牌 第一天太極劍的銀牌是叫孫家鴻對不對 太極劍 對 太極劍銀牌 結果昨天他又拿了太極權的金牌 太極大師欸 對 重點他是在成都拿到 這樣子的冠軍跟銀牌欸 還有他長得非常帥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小女蛙那個蟲之鞭的蛙 女蛙來了 就是我們的影片來了 空無有力的腿 其實他你說他在水中玩了大概30分鐘 扣掉哭的那個暖身運動對不對 對 他開心的玩了30分鐘欸 他晚上應該可以叫到天亮 因為他的那個 預告照的下一張就是他一離開那裡 直接睡歪 睡掛 真的怎麼樣都 應該 都沒有辦法叫醒 給他一個 是 做事的安全 那個頭也夠脆 所以在這件事情之後呢 很怕他 我就買了一個 戶錦 戶錦 讓他睡的好一些 真的 那個頭對不對 看起來 真的有一點你知道那個叫做 落枕 我真的很怕他落枕 所以那天我是全程扶著他的頭 回家的時候我整個人扶著他的頭 所以回來的時候我腰很痛 你總是要買護腰跟護頸 就我也好累喔 但是你知道那個 讓他這樣子練以後他晚上真的是很 你有沒有覺得要每個禮拜 大家去玩一次這個睡很深 我那時候有想啊 想說之後 因為等他越來越大 我們可以去戶外的啊 就是海水浴場 他就真的不會怕水 對就到時候再試試看 沒有到時候你已經一個月沒帶去了 你這樣不負責 因為接下來又要那個門開了 所以你知道不太適合碰水 是喔 可是那個是魚缸啊 那不是一個魚缸嗎 就是有在想等他下一個階段再帶他去 他就忘記了要再哭一次 他可能可以是課程啦 因為他也有賣客 不過我跟你講我看他喜歡那個水的樣子 他看影片就知道他應該不會 他應該記憶點還是會很強 而且會聽到那個啦啦隊加油聲超大的 我們那時候其實蠻放心 以為他會蠻喜歡 是因為他現在在洗澡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踢水 對 所以我們想說他應該是喜歡游泳的喔 所以我才跟你講 每個家裡一定要有一個浴缸 這我堅持 我們是有買浴盆 就是睡覺的遮疊 不管怎麼講就是要給我一個泡的就對了 對啦就是要水過膝蓋 你知道每天給他踢個30分鐘 你真的晚上不用起來泡奶 確定他一覺到天亮 我也是這麼想欸 因為最近他睡覺又一直就是半夜的 所以我們現在換一個方式我們就走陸軍了 本來是海軍 本來是海軍 所以就想說帶他出門 哇這麼樂 我跟你講這個更可愛了 他已經頭髮長長了一點 現在已經八個多月了吧 對現在八個多月 好那硬給他加一個髮夾 來來來來講一下 對真的是不需要 因為他因為我們太晚剃頭髮了 所以導致以他現在的大小 應該是女生的話頭髮都會流長了 所以大家都會以為他是男孩子 他那個水中嬌蛙的感覺也是個漢子 是就是海陸 肯定是個海陸兩棲 兩棲徵收了 兩棲徵收 你給他到海陸上這幾天那麼熱 媽媽們如何散步 一定要講散步之旅 第一次的成功經驗是 我們就直接推他到附近的百貨公司 那因為百貨公司都會冷氣 你就會比較放心 而且隨時要換尿布啊什麼的 百貨公司的設備也很齊全 對哺乳是那個很大間 所以我們出體驗 因為他的父母也就是我 跟我先生本身比較窄一點 所以我們對於出門也是略顯恐懼 所以我們要克服我們心中的恐懼 你們兩個 我覺得他先推你們兩個好了 那可能等老的時候他可以推我們兩個 他就父母懶 那所以說還有一點太熱 你知道他每一個包括他的護頸跟那個安全座椅什麼對不對 還有我都好想幫小孩子出一套就是兩桿的 從這個椅子到護頸到他的那個屁股坐的 就是乳膠是兩桿的才對 全套都要高鐵配備 有這個東西但是比較難 因為推車他後面的材質就是 就算坐在透氣他還是會熱 我覺得他們是懶不是難 所以我們就是用電風扇給他出一點 就是給他降溫對不對 你看路上的推車幾乎都有電風扇啊 寵物推車也有 我看到好多還有那個傘 傘的造型也超多的現在 就是遮陽的 對不然真的會烤焦 對比較那個不講究美觀的阿公阿嬤 會這樣子用各種方式固定一把大傘 你知道嗎 你說就像自己單手騎腳踏車這樣 我覺得他們不要再綁了真的太好笑 就感覺風一吹那個會刺到娃娃那裡 你知道嗎 最好還是說他傘 娃娃車上本來就有一個可以制定那種 就是有傘的功能 通常會有一個遮陽棚 對可是那個棚子喔 有時候真的是蓋下來非常熱 對對對 所以我不贊成棚我贊成是傘 就遮太陽就好了 對不是要遮 因為那個棚遮下來他的空間其實是壁住的 是很熱的 你的是包覆式的 對通常應該說六娃 六娃有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晒娃 早上七點或是下午大概三四點 比較適合 就是太陽沒有那麼烈 十點以前嘛 蚊子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比較適合 還要防蚊喔 對你看我旁邊掛了一個白色的防蚊片 對對對 這個很棒 這個是沒有味道的那一種對不對 無獨的 對他是無獨的 然後移動式的 在開放空間 對然後那個前面那個是 電扇 國際級的電扇 對他就是一個 水風扇 我真的推薦 不管洋寵物或者是 家裡有小朋友的應該都有買這種 八爪電扇 他就是有腳 然後你可以去凹 他可以固定在各個柱子上 或者是你可以讓他站著 你也可以讓他就是 軟缸 對他就是軟缸 軟缸 對 那個很方便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跟現在有一些內衣也是軟缸式的 現在內衣應該已經講求無缸了 這種天氣真的穿缸缺沒辦法 各位女性 講對了那不是軟缸 他叫無缸 對那已經是無缸 所以我就看到你那個是可以變形的對不對 他適合各種角度都可以固定 對 任意抓 那真的很好用 哇這個手抓扇太棒了 對這個很方便 那他吹有涼嗎 背後還是會濕吧 因為他比較容易流汗 所以抱起來說他背後還是濕濕的 不過他整體情緒上是穩定的 那他喜不喜歡出去玩 他更小的時候出去玩的時候會直接睡著 所以一下我們就推回來了 因為我們原本是要讓他去看世界 沒想到他就直接睡世界 而且沒有還有一點他睡了晚上又不睡 對晚上不睡 對這回你可得讓他好好的給我看看這個花花世界 但他八個月以後就真的很認真在看 但他眼神不是很友善 因為他就是都會有點在吹人的感覺 想說你不要再吹人了 他喜歡寵物嗎 他會直勾勾的就一直看著你 但不做任何表情 就也不笑也不哭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看著你 沒有科學家看人也是這樣子 你要不要給他測試一下 今天他會覺得 因為他的宇宙跟你的宇宙是不一樣 你要知道他的高度是這樣子而已 有可能他已經在下一個層次了 所以他看你們每個人都是捷克巨人 他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世界的為什麼你們的腿上都沒有眼睛 因為他看的都是人的腿 好可怕喔 你這樣講起來超可怕的 腿上沒有眼睛 對啊 所以他非常喜歡 而且現在百貨公司 是不是都有兒童遊戲室 對但他的年紀還不到 因為他現在就是做得穩 然後稍微會爬 爬還不會 他現在爬的是用滑形的 用兩隻手把自己肚子往前拉這樣 哇那是一種健身儀器耶 沒錯 滾輪耶 他現在肌力是很猛的 哇他腿已經很強了 現在又有腹肌了 我第一次看過是用這種健身滾輪的爬法耶 下次有機會再帶他來節目中 你爬的也要拍一段 爬的那很恐怖好像喪屍 沒有我們輔大首席實習生疑芬講完以後 他跟我們翻二代交替嘛 就是說一定要交叉讓他們直播 喔同一直是不是 那這樣子翻二代最好還可以喝奶 不會像上次一樣被音樂 不會像是狂顧 對就是當翻二代不緊張的時候 適應了以後 疑芬先到旁邊擦汗 謝謝一芬感冒 適應了以後再換翻二代